城白禁區 這個月初我不是做了起城白禁區公測的測評視頻嘛 在視頻的最後我是有提到遊戲有宿舍 也就是基地玩法 可以在裡面和人物培養感情什麼的 很多人就問啊 這基地系統到底咋玩啊 是沒辦法明白 誒 所以我這期視頻就出來了 基地系統其實是偏養成收集線的 當你完成主線3-6的時候 基地系統就正式開放 你可以進去跟遊戲裡的角色對話 了解他們背後的故事 利用遊戲道具來購買《紅魔陸陸陸》證明 其實也就是陸續卡 這樣讓你抽到的角色錄到記憶當中 每個角色都有一個自己的房間 房間裡會有符合角色性格設定的各種裝飾物 像是禮服不愛打扮 所以裡面連個衣櫃都沒有 整個房間只有最基礎的生活設施 和一個分析敵人的面板 而分析的房間則是比較有少女氣息 喜歡換裝和打扮自己 當然這個房間並不是說永遠都是這樣的 你可以購買家具送他們 會叫好看多的同時也會自動裝飾房間 而這些家具並不是單純的擺設 而是真的能和角色進行場景互動 角色好看多到一亮就可以了解到角色更多的故事 在裡面也會偶爾觸發隨機事件 會有額外比較歡樂的劇情可以看 就是你如果推主機關卡推的很累 有這個嫌棄雅致的話 可以去基地裡面逛逛和角色對對話 順便收集一下散論在基地各處的金色角方塊 這些金色角方塊會隨機給你不規則的俄羅斯方塊 想辦法把這些方塊不留空位的 上去這個格子裡就能拿到道具獎勵 繼續買家具或者幫你新角色入住 那不講這些比較片面的事 想辦法來說說實際點的 基地系統能給我們外面戰鬥的系統帶來什麼好處 說實話吧其實基地系統是一個怎麼說呢 在只想趕緊過關養角色的玩家眼裡比較雞肋的系統吧 你再怎麼去基地也只能拿到文腿獎勵 去玩基地系統又麻煩 但不玩那些獎勵丟的又可惜 但對於那些喜歡看劇情真的喜歡遊戲裡角色的玩家而言 算是一個非常好的系統 最最主要的是 你可以以商業參考的角度全方位的看查角色的建模 對這就是塵埃繼續基地系統的全部玩法了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塵埃繼續的視頻可以去看前幾期 那我想支持這次的影片全部內容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可以給贊光做HC更多有趣的遊戲情形 那就這樣吧 我是令武 我們下節見